一分钟聊明星 今天我们聊聊日本的著名影星已故的高苍健 其中被中国观众熟知的作品有他和中野两子一起合演的影片追捕 高苍健原名小田刚一 他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 他的父亲是一位矿工 他的母亲是一位家庭主妇 他家中有四个孩子 他排行老二 高苍健在很小的时候呢 由于得了肺结核 他曾经被迫休学一年 然后他的父母呢 把他转移到乡下的伯父家 隔离居住了整整一年 在那一年中呢 他幼小的心灵遭受了万般的痛苦 随后在他大学毕业之后呢 他就义无反顾的走上了影视的道路 在高苍健28岁的时候 他和相恋三年的歌手女友结婚了 这位歌手呢 是日本歌坛非常著名的一个歌手 叫江丽智美慧 他出生在一个非常重磅的音乐世家 他的父母呢 都是音乐人才 婚后高苍健的妻子很快就怀孕了 但是江丽智美慧 他患有人臣中毒症 因此不得不终止了流产 因为这件事情呢 夫妻感情出现了一些隔阂 很快呢 他们就分居了 两人在1971年的时候 正式离婚 离婚之后的高苍健 没有子女也从未再婚 也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呢 江丽智美慧呢 他就被人发现脑出血 死亡了 2014年 高苍健因为林巴矮呢 最终去世 享年83岁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 就是他的巨额财产 全部留给了他的保姆 并没有留给他唯一的妹妹 和他的外甥 那是人们的第一天 您的证据 您的证据 不吝点 您的证据 你 我们的证据 你 您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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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